大家好 欢迎来的言论 我原本以为亨特戏嫂拜登舅子这种元汤化元神的戏码应该就是今年的顶流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戏越户七这种冲冠一怒魏红颜的戏码 才是大家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 12月3日晚间 作为韩国总统的尹薛宣布了该国自1987年以来的第一次戒严令 理由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 扰乱了国家秩序 还同情北边的那些兄弟 按理说吧 政变这种档次的剧情 那至少得是星球崛起那样的大直作大场面才对 但几个小时之后就发现 这出烂戏吧 它更像是动物世界 看尹薛搞这种自我政变 我居然有了一种看一只猴子蹲在树上吃香蕉的即视感 我为什么说像动物世界呢 10点27分 尹薛通过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令 此言一出 您各位都无法想象 反对党带头大哥李在明当时有多么的兴奋 11天左右的时候 这位61岁的大爷就翻过了国会围墙 进入了国会的内部 我看了一下照片 就那围墙的高度啊 反正我是翻不过去的 但是在那个瞬间 李在明某段沉睡的DNA 仿佛觉醒了一样 让他的肉体爆发出了惊人的潜力 小小的围墙 根本阻拦不了这位大爷前进的步伐 凌晨12点47分 包括国会议长在内的190名议员 在外围有军队阻拦的情况之下 一个个也翻过了那道围墙 进入了国会内部 并完成了整个投票流程 在那一瞬间 不瞒您各位说 我仿佛看到了 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 奔腾的脚马群 陈群的鲭鱼逆流而上 旱不畏死 只为能够顺利产卵 那一瞬间 我仿佛感到春天提早来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那啥的季节 场面当时真的是激情四舍 短短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190名加起来 超过一万多岁的韩国议员们 冲破军队封锁 翻越围墙 还顺便完成了个投票 有那么一瞬间 我竟然分不清他们到底是进化了 还是反足了 但反正就一个字快 190名议员投票 要求总统解除戒严令 12时间4点27分左右 尹序在龙山总统府 通过直播宣布 接受国会要求解除戒严 从10点27分到4点27分 仅仅6个小时 这场自我政变就落幕了 我就问您各位短不短 有很多朋友 可能到现在为止都不敢相信 一国总统居然能够愚蠢到这个地步 搞政变 既没有跟同党幕僚们商量明白 也没有提前跟漂亮过爸爸报备 网也没断 电话线也没掐 就这么贸贸然的发动了一场 既不占天使 也不占人和的政变 再过几天 就是韩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双十二政变 45周年纪念日 尹序在这个时候宣布戒严 瞬间就能勾起大众 对那段不美好历史的回忆 1979年10月26日 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仔贵暗杀了时任总统朴正希 也就是后来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景慧的爹 刺杀事件使韩国陷入混乱 随即政府宣布戒严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禁止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 示威和罢工并实施宵禁 1979年12月12日 当时只是一名陆军少将的金德焕 联合一些军队高层实施了武装政变 军队接管了关键的政府部门 国会还有媒体 1980年5月15日 约10万韩国民众上街游行示威 要求政府撤销戒严令 但金德焕政府不但没有撤销戒严令 反而是扩大了戒严的范围和力度 同时逮捕了大批反对派的领袖 其中就包括金大中和金永三 5月18日 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加剧就发生了光州事件 造成了大量平民和学生的死亡 韩国电影一直以赶拍著称 尤其是光州事件那段历史 有许多的影视剧作品 其中很多那些非常刺激人的桥段 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影西约一说戒严 马上就勾起了民众不好的回忆 那自然也就不会获得民众的支持 这事闹的吧 对于好多人就是一觉醒来 听说韩国政变了都非常惊讶 真想看看政变到哪一步的时候 又听说政变已经结束了 大家就更惊讶了 在这件事情的反应上 漂亮国表现的好像也跟普罗大众差不多 根据漂亮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 韩国政府没有事先通告漂亮方 将发布紧急戒严令 漂亮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 驻韩美军的部署不会有任何调整 12月4日一大早 韩国总统办公室首席秘书级别以上的 所有高级幕僚集体辞职 再跟尹熙悦这个蠢货混下去 怕是连退休工资都领不到了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联合其他反对党要求尹熙悦立刻辞职 否则就启动弹劾程序 就连执政党尹熙悦所在的那个国民力量党 也公开要求尹熙悦赶紧退党滚蛋 不要再连累我们了 就这样一夜之间尹熙悦凭借一己之力 把韩国政坛清晰明了的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反尹熙悦派 一派是尹熙悦 尹熙悦为了阻止国会进一步调查 自己那个涉嫌收受贿赂 控制股票价格等多项罪名的老婆金剑熙 居然想通过戒严的方式 把反对党的政治势力一网打尽 说实话 这个思维跳跃的幅度我有点接受不了 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尹熙悦和他身边的那些知情的人 都是蠢货 我并不认为尹熙悦会蠢到认为 这样做能够保住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权利 而且你说漂亮国什么都不知道 打死我都不信 我猜测 没准就是在关键时刻 漂亮国把尹熙悦给卖了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一点吧 您各位就会知道 尹熙悦这个人光是能够当选 就透着一股子诡异的味道 李在明这大爷在2021年选举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段话 大概意思是说 韩国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不干净 因为这个国家最初的统治体系 就是由清日派还有漂亮国占领军组合而成的 此言一出 漂亮国豢养在韩国的狗腿子们一片哗然 你怎么能说自由民主神教的教主大人是占领军呢 我们亲爱的父亲大人哪里占领了 这分明就是来自爸爸的爱呀 不知道是不是狗腿子们对父亲大人的爱太过深沉 于是见鬼的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了 我曾经在视频里跟大家分享过 每当日韩国内出现一些能够与中国展开合作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就一定会出现一些狗血的事情 朴槿惠以及李明波这两位明显不愿意当狗 希望带领韩国走出一条独立自主道路的领导人 都是被尹熙悦送进监狱的 尹熙悦原本只是一个检察官 之前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 就这么一个素人突然之间跑出来竞选总统 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 他是心血来潮 想中再参与一把 但是当他正式参加选举之后 一种莫名其妙的政治势力 原本跟他扒杆子打不着关系的一帮人 就自发的非常乖巧的归顺到了他的麾下 最后居然还真就把他送上了大位 当时尹熙悦和李在明的选举结果只相差0.8% 尹熙悦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但是您各位知道这微弱的优势是怎么来的吗 这里面鬼大了去了 在上一次韩国总统大选之前 文在寅的好朋友韩国首都汉城的市长 朴延淳被普遍认为是文在寅的接班人 会成为下一任韩国总统 而且此人在担任市长期间口碑非常不错 两次连任成功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大选前他曾经的一个女秘书突然之间跳出来说 朴延淳曾经把他给强行的啥了 然后朴延淳就失踪了 等大家再一次找到老朴的时候 他已经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汉城周边的一座山上 媒体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呢 自然就是老朴羞愧难当 所以选择自我了断 就是因为老朴挂得莫名其妙 所以呢没有办法才换上了李在明去参选 但是李在明很快也被曝出了有贪腐行为 李在明虽然表示自己并没有贪腐 愿意接受调查 但好死不死 那份山崩地裂的父爱又开始发挥神秘力量了 李在明贪腐案的两个关键证人 居然又莫名其妙的死了 都是莫名其妙的自杀 其中一个是李在明在担任 进击到知识的时候的一个熟人 是秘书市长全亨珠 在家里离奇死亡 据警方说应该是自杀 因为现场没有他杀痕迹 全亨珠在现场还留了封遗书 内容是劝李在明不要再继续从政了 牺牲的人已经够多了 按理说两个李在明贪污案的关键证人死了 对李在明的案子来说是好事 毕竟死无对证嘛 但是这玩意被爆出来之后 对选举来说可就是噩耗了 一查你贪腐你身边就死人 那你到底是死神来了 还是柯南附身呢 您各位以为有关父爱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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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自由民主的鬼故事天天都在上演啊 最后对李在明的绝杀 是一个叫做李炳哲的律师 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一间酒店里 为什么说是绝杀呢 因为就是这个李炳哲举报了李在明的贪污案 这下他也莫名其妙的挂了 对李在明来说那不就黄尼巴掉裤裆 不是响也是响了 最后李在明的0.8%就输在了这一桩桩一件件 莫名其妙的死亡案件上 尹徐月当选之后 李在明的老婆也成了他们的打击对象 尹徐月上任刚满三个月 李在明的媳妇金会警就被以独职罪和违反选举法给逮捕了 但见了鬼的是 李在明的媳妇压根就没有公职 既然没有公职 这个独职又是打哪论的呢 原来是李在明在担任经济道知识的时候 他的下属有一张公务卡 用来供款吃饭的 一共刷了三年多 刷了150多单 价值一共是10万块人民币 其实您各位稍微想想啊 稍微做做算术就会发现 这个手底下一共一二十号人吃吃喝喝 三年刷了150多单 才花了10万块钱 就算这事他够不上清廉 但应该也够不上腐败吧 就韩国的物价水平 这真没吃啥好东西啊 按照韩国的法律 这个公款吃喝 比方说大家加班啊 吃吃喝喝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很灰色的地带 如果这件事非要较真的话 那估计得送进去好多官员 但这事吧 就依旧被检察官们揪住不放 又因为其中有20吨 是金慧锦和大家一起吃的 而他作为知识夫人 理应监督大家 可他不但没有行使监督的责任 反而是跟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所以他就独职了 您各位说说看 全天下谁家是这么界定独职罪的 这不扯单吗 那么这20吨饭 一共吃了多少钱呢 一共还不到一万块人民币 哎呀 至于他干涉选举的指控 就更搞笑了 因为在选举期间 他看到选举的工作人员 忙前忙后的很辛苦 于是就自掏腰包 请大家 请那些竞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吃了顿饭 然后韩国检方就把这事 界定成了会选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 那么在大选期间 搞抽奖活动的马斯克 估计得被枪毙半小时 除了我以上说的这些事情 针对李在明的案件 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就在前两天 还有人在指控说 李在明挪用了公款 我都知道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好像当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决定 尹熙悦 他必须得当选 除了他谁都不行 任何威胁到尹熙悦的人和事 都必须死于意外 2022年的时候 我还不是很明白 还有些看不懂 为什么漂亮国的父爱 会以这样一种形式展开 后来经过这些年的观察 我终于是看懂了 果然 这个总统还真就必须 让尹熙悦来当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韩国人 都有那个狗胆 在韩国的烈士林园 升日本的国旗 我们的挖岛 移除了慰安妇同像 韩国紧接着就要把教科书里 有关慰安妇的内容给删除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狗胆 允许日本自卫队 不经韩国议会的允许 就可以直接进入韩国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时候 尹熙悦和他那个满脸科技 与狠活的老婆 居然跑去菜市场买鱼 当时那个表演实在是太恶心了 以及不远万里跑去给拜登 能献唱美国派的那副 狗腿子嘴脸等等等等 这事还真就必须得尹熙悦 这样的品种来做 一般人还真做不来 尤其是去年三月 尹熙悦去日本访问 而日本人也是真的坏 故意用日本国旗 遮住了韩国国旗 让这位韩国总统 结结实实的给日本国旗举了一躬 漂亮国一直想在亚洲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把日本 还有韩国这两个小东西 给绑定到一起 再加上挖倒这根雷管 在他需要的时候 可以随时爆破我们的后院 眼看着老灯 这些年的布局已经出现成效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董王回归了 而这个董王的思路 又非常的简单明了 搞中国 那是肯定要搞的 但是你弯弯 韩国 日本 我也要搞啊 读搞搞不如中搞搞嘛 于是日本和韩国国内 那些还保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势力 开始逐渐苏醒并发力 您各位看最近日本的老兄 一怒之下辞职不干了 结果又被人抬回去继续做首相 然后在父爱的加持与作用之下 他的作家就被追尾了 没准过两天 又会发生一发入魂的事情 尹徐悦这个货 感觉不对劲 现在准备孤注一掷 没想到这一次 漂亮国爸爸没有能够罩住他 一句轻飘飘的事先并不知情 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尹徐悦在宣布戒严之前 没有通知他亲爹 这我相信 但你说他没有通知漂亮国爸爸 这我肯定不信 最后这场自我政变草草收场 没准还得感谢漂亮国爸爸 及时制止了这个不靠谱的计划 这个蠢货一时的冲动 一晚上的时间 就把老灯四年的布局 直接给清零了 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 国运这种东西 否则你要如何解释 一个国家的总统会突然之间 抽风干出这种没菊花的事情呢 小赖赖 这下就算你们全家有事 那两位怕是都不会有任何的事 行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 做得还凑合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 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您各位的支持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